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带了大量的泥沙 到了下游平凡地带的时候 水流变缓变慢 这些泥沙就逐步逐渐 形成了小的逻辑 那这个小的逻辑就称为是州 赏物显命 他们居住的事情呢 是谁而居 在古人没有发明造船和驾船技术之前 你说面对那些大河 大河 他们怎么过去啊 没办法过去 他们就是认为 居住的那些地方 他们都是被水保卫的州 在他们的意识当中 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舵 都是小的州 在古人的认识当中 居住的逻辑都是州 所以这个意思 州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后来的时候 有九州这样的计则 后来呢就是为了区分 这个水中的那些躲鱼那些州 所以在这个州的旁边 加了神经水 欧洲啊 亚洲啊 这个州 这个字 就是这样出来的 从我们今天来看的 是一个 整个地球上面 大多都是水 这些州 确实就是水中那些 大一点 小一点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的血吧 来引试和大家一起分享 加划文里面的血 它第一块 它这样的血 这个地方就代表 一个皱 喉的 当中的那个逻辑 四密度是流水 第二块呢 它现在是这样 写着这样一个 第三块字是先这样 这是第三块 第四块呢 它写着这样 但是穿了一个券 第四块写着这样一个字 在经文呢 它这里面写过呢 价格文句 我们差不多 这些上刷左 它应该快面形成比较多 尽管它降线 这是经文第一款 第二款呢 它现在这样 这是周刷左期的文字 第三款 这是周刷晚期的 张国师记的文字呢 它写是这样子 张国师记的文字呢 它写是这样子 张国师记的文字 这个小砖呢 这个字呢 它就是每一卡面 它都加了一个小原点 小砖这样写 这是小砖的写法 所以现在呢 绿树里面呢 它就不这个符号 改编了一下子 编成这样写 绿树它就写着这样 所以这个字呢 在铁树里面 就是它就写着这样一个字 铁树先是这样 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 口流的撒幼 水流重建 再掉了大量的泥沙 到了平坤地点呢 水流变缓了 泥沙沉结了 现在一个小的呢 水中的土地 这就是周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 咒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